小孩从一出生就开始教 一出生你别瞧不起他 他睁开眼睛会看 竖起耳朵他会听 他已经在母房在学习 所以从出生到三岁 这一千天在中国古人生 这个是扎根教育 完全是母亲教的 这个根砸下去之后 他接受的是这些 无能无常思维霸德 都是做给他看的 不是讲给他听 他不会听 父母做出好榜样给他看了 他通看到了 通学会了 六七岁在上学 上学之后老师做榜样 老师的恩德跟父母一样 他是这个孩童是学会了 但是还不成熟 总的十二三岁才成熟 那么在这一段期间 就是要靠好老师 所以家教 家学 家教是父母 家学 这就是老师从前的私塾 私塾 多半都用祠堂做学校 那么祠堂只有春秋祭祀 平常都用不上 长地也很大 所以就办学 这个事非常之好 你办学 你天天拜祖宗 在祠堂里头 这都提倡小道 所以古艳语有所谓 三岁看八十 你这个根 三岁的根 八十岁不会变 不会学坏 是七岁看终生 现在这两句话用不上了 为什么三岁的什么都不懂 他现在从哪里去的 他现在从网络 从电视上去 小孩睁开眼睛看电视 电视里叫他什么 叫他暴力色情 傻到阴亡 现在很多座父母的来告诉我 小孩不好叫 老师告诉我 学生不好叫 当然 为什么 没咋梗 他怎么会好 没事 resolver 没事 ・ี吩咋 没事 感谢观看